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你怎麼樣? 黎炳朗 阿朗 黎炳朗 你剛閉完關出來嗎? 不關閉對群眾嗎? 不是, 因為有個高手在 今天我們這個高手很難請 因為他快要閉關了 對, 我在閉關之前 我要問他閉關可以做什麼 可以不做什麼 對, 究竟什麼叫閉關 還有在哪裡, 是不是躲起來嗎? 你是不是躲起來太久? 我躲起來一個月, 吃斋 你真的會這樣 只會 每天見兩個朋友 然後回房間看書 即使不是出家人 都可以有一個閉關的習慣 究竟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馬上問一下 以下來這位嘉賓 進入高手過超 我們邀請到常臨法師 很把握這個機會 是… 因為你下星期一就閉關了 是… 其實是做什麼? 閉關其實就是減少對外聯絡 因為我們平時的心 永遠都是向外的 即是跟別人接觸一下 譬如我跟你說話 我都要用腦去想 即是怎樣跟你說 但是閉關的期間 就是盡量減少用腦 主要用心 然後你就會向內 看到自己多很多 所以… 因為我由年頭到年尾 都很多不同的活動 是… 所以我就會很珍惜 每一年都堅持的 大約兩個多月左右 是… 有一段時間就不跟我們接觸 即是不開手機 不看電郵、Facebook 即是全部都不看 那我就… 我就可以向內 去了解自己多些 我自己試過閉關 就真的躲在一個地方 不在香港 在別的地方 一個月就完全都不見人的 只有兩個人 那兩個人是負責煮東西給我吃的 是啊… 是啊… 然後就… 完了之後 吃完兩餐之後 就回到房間 就自己做自己的事 但也不是對外的 看書 看書不能對外 不用電腦等等 但我想問 法師 你會在家裡做這件事嗎 寺院裏面做這件事嗎 還是… 一個地方 還是在深山那裡 是啊 一個山洞這樣 我就在… 家裡即是寺院 因為我住在寺院 OK 我以前都試過去不同的地方 即是去法國、澳洲、韓國 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試過 亦都試過去大嶼山 是 譬如說有一個寺院在那裡 他就供應我一天兩餐 因為我不吃晚餐 所以他就早餐、午餐 我都見不到他們 我聽到一個木魚聲 我走進去門 有一些食物在那裡 我又來吃完 洗乾淨又放出去 那… 都是沒有溝通的 即是大家 但是後來我發覺 都是在那裡搞到人 即是會影響到人 而且也不需要說 飛來飛去 那不如自己 在自己的寺院裏面 自己搞定 嗯… 我知道 即是法師 剛才說過 就是每一年 會用兩個多月的時間 閉關 但是之前肯定 你是有很多事情做的 我們都發覺你有很多事情做 比如說近期 我們知道 你體會到 現在的社會氣氛 比較緊張一點 於是你和老師 或者社工 就做了一個工作坊 又或者是禪修營 這樣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閉修營 工作坊 講座 那些是 一直都繼續做的 即是說 出街這十幾年裡面 除了開頭幾年之外 那麼後來就一直 一路陸續續 但是大家都知道 COVID那三年是停了 但我其實沒有停到的 那三年我就做大量的網上節目 就是因為那段時間 大家其實更加需要 這一件事 於是我就做了很多 反而我的接觸面更多 那麼現在 不再有疫情 於是我就做了很多實體的活動 但是呢 實體的活動裡面 我們都是接引大眾 但是我們就看到 即是 老師和社工 因為我們接觸到 那麼我們就發覺 他們本身有很多 很多問題 很多事情解決不了 是的 而他們是要去幫人的 即是 老師是要幫學生的 沒錯 社工要幫那些 社會上的一些需要受助的人 如果他們自己搞不定 他很難幫人 於是我們就特別針對 暫時 特別針對這兩群群人 首先是做一些網上的共修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有機會 我們又 久不久又一次實體共修 那你怎麼幫他們 搞定的呢 聚在一群老師和社工一起 那大家坐在那裡 我想搞定 但我不知道怎麼做 是的 所以解決任何問題 都是要從恩著手 就是譬如說 如果這棵植物 如果它那個枝葉的地方是乾了 那麼我們要淋水在哪裏 那一般人呢 就看到哪裏乾就淋哪裏 但其實這樣解決不了問題 所以呢 你要知道就是 一棵植物 它吸收水分 最好就是在根 於是我們就找根在哪裏 然後在那裏淋水 原來呢 我們在根裏淋水 這個枝葉部分乾了 我不用搞它 這個問題都會消失的 其實是這樣 所以我們處理方法就是 要從個恩著手 那人的煩惱來自哪裏呢 是來自個心 是 我們的心不定 很多時候就是說 譬如說老師這樣 可能小朋友不聽話 或者家長又在那裏投訴 教育當局又有很多壓力 變成他們就好像很亂 即是很容易被外界這些影響 但是如果我們搞定他們的心 即是訓練一下 自己去訓練自己的心 那個覺察力高的時候 一有這些影響來的時候 我一知道了我就馬上停一停 然後呢 我用心去感受呼吸 其實這個就是令到自己安定下來的方法 就不會那麼容易被影響 於是任何問題都很容易解決的 包括不只說學校 你回到家裡 跟老公或者老婆有些東西 都一樣可以用這招 所以就是說從心著手去解決了他們 那個心是安定的話 其實很多問題都會容易解決很多 如果小朋友近來 學童不開心的情況很嚴重 剛才說的話 大人聽都還聽得懂 但是小朋友他的誤性未必那麼高 常狼法師去接觸小朋友的時候 可以怎樣幫到他們呢 小朋友呢 他們比較難提起興趣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那個經歷不夠大人那麼多 就不會覺得有需要 去找一件事來幫助自己 所以 但是小朋友呢 我們可以先種一粒種子 我很多時候都鼓勵大人 就是說 你好像跟他玩遊戲那樣 去令到他懂得 有情緒的時候 一想發脾或者什麼時候 懂得停一停 然後就回去 去觀察一下自己的呼吸 那可能是用一些遊戲的方式 就是譬如說 我們現在玩一個遊戲 那大家鬥不動 不過呢 不動得來 你就不要到處看了 合眼睛 然後你 你可以感受自己的呼吸而已 就是這樣 然後可能一兩分鐘 你已經看到他想動了 那你說 好了現在遊戲暫停 就是用一些這樣的方式 譬如說 觀察他的呼吸 也都可以 譬如說有一些玩具 可以這樣拉開 這樣就大 是 收起來 這樣就小 一起吸 呼 就是 令到他有一個興趣去體驗 其實是很好的 我知道 譬如說社工 老師 甚至是小孩子 都可能有 一些煩惱 需要解決 需要幫忙 或者是學了一些呼吸方法就可以了 有一些成長的 譬如說 在這個圈裡面 娛樂圈的朋友 上南法師也都認識得很多 譬如說我現在手樓上的這位 就是 梁詠琦 看到這本書上面有 人這麼大 在這個圈裡面經歷這麼多 受的壓 應該怎樣解決到呢 其實就 不論你在任何一個圈 都會不自覺地覺得有壓力 是 因為 外來有很多影響的話 如果你不善於處理的話 那個壓力可以越來越大 但其實 我們要知道 那個壓力其實原來是自己製造的 因為這件事很有趣 就是當你了解自己多一點的時候 你會發覺 其實那個壓力不是別人給你的 不過是因為有一些事件出現 或者別人說了一些事情 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你覺得有壓力 其實是這樣出來的 如果你的心夠定 就是別人說一些事情 做一些事情 或者催你去做一些事情 那你就知道 我要快點做一些事情 但我不需要覺得壓力 但我知道我要快點去做 但我快得來不急 就很有效率了 有時候的老闆說這些 原來有智慧 不用急 最重要是快 這句話很有智慧 這句話很有智慧 不一定要急 每次見到常臨法師 除了開心之餘 他都會帶一些紀念品來 都不會令大家失望 總是會很漂亮很漂亮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法師出家前是攝影師 美學掌握得很緊要 譬如這一本書 梁詠琦的封面 裡面我打開 他就有說想要告訴你的事 梁詠琦 其實裡面想說什麼給大家聽 因為早一陣 他經歷了情緒上 有些不太開心 其實都是網路欺凌 那類東西 他自己以為 我這麼多年都說 吃得鹹魚抵得渴 搞得定 我不管就可以了 那怎知道 去到那一下 等於押跨落陀的最後一斤稻草 他突然間是很不行 因為他那一陣子是很忙很累 那人一累的時候 情緒的抵抗力就會弱了 於是他就覺得很不行 於是 而剛好那段時間 我又想他一起去推廣 我們那首主題曲 他就說 我應付不了 他說我自己也搞不定 於是我就跟他談了很多個小時 然後他走出來之後 他就覺得 其實這個經驗 一般人有 而又不會去求救的話 有可能會做傻事 即是他去到那個程度 所以他就覺得 不行 我要寫一些東西 他就想著在Facebook那裏貼貼 那他寫了之後 我一看完 我說不行 我說你這個在Facebook那裡放 太浪費了 不行 是不可以只在Facebook貼貼貼 不是那些資料不行 那些資料太行 那我就說 不如你寫多一點 我鼓勵他寫多一點 因為我說你寫多一點 我和你出本書 而當他寫多一點的時候 他就將裡面 更加再釋放出來 更加可以有一個渠道 給他釋放 而剛好他做了一輪 他有個圖藝的展覽 他做一些白癡花 所以就改了一個名字 叫花菲花 因為它是無色聲香味的花 所以我裡面的插圖 就是拍他那些花的作品 都是你親自拍的 這個很漂亮 這個梁詠琦的花菲花本書裡面 有文字有相片 而常論法師今天帶著的 不只這些 還有其他故事的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跟他聊天 我們繼續有常論法師的 看到文字, 書本, 音樂 請到常論法師 不能不提的是攝影 這次同樣地沒有令我們失望 又是有多張的攝影作品 裡面其實攝影 怎樣可以帶到平靜給一個人 但很多時候我們是不用拍照 我們用手機拍的 其實拍照 其實不只拍照 做任何事情都是 要投入過程 不要執著結果 即是拍的樣子不好也不怕 如果你投入過程的話 不會不好去哪裡 真的嗎 是的 因為我用這個方式去接引過很多不同的人 譬如說 舉個例子 譬如我入懲教所 去跟那些青少年 去搞一個攝影班 即是說一個攝影課程 上錄堂的 於是那些小朋友 十多二十歲 他們沒聽過葉青林 但是他就覺得 為何有個法師來搞這件事 他就覺得 都好啊 學一下 都喜歡拍照 有些人就說 都學一個興趣 那我就教他們 在那個過程裡面 可能他們不懂拍照也不行 我就不理那麼多 我就總之 每人一部相機 然後教他們 就說 我們拍照 不是一定要說 那裡風光如畫 那裡有些什麼風葉 即是諸如此類的東西 不需要的 我說 直接在任何地方 只要你用心去感受 譬如說現在在這裡 我就這樣用心感受 我看到那個盆栽 那些燈射下來 那個盆栽 在桌上的影 其實很漂亮 真的 如果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拍了這張照 出來的時候 就是一張藝術作品 於是我就教他們 你知道在懲教所裡面 不可能 即是說在裡面的 所有 是不可能在裡面 拿相機拍照 但我就破了他們這個例 那就在裡面 但他們在一個小貨室裡面 就在一個小貨室裡面拍 那初初他們都覺得說 在這裡有什麼好拍 我說 李用心感受一下 就完全不同了 他們 出來的照片是什麼 我們還開展覽 是啊 是哪一類的照片 就是看一些 就是剛才 譬如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你現在在這裡看 那些影 又或者是 那幅牆上面 有些裂痕 有些髒了 即是那些全部 他們用心去感受 原來這樣也挺漂亮 咦 那裡也很漂亮 在過程裡面 他們是完全忘記了 現在是在哪個地方 完全是很投入 變成身心都很舒服 但我想問一下 法師 你是一個專業攝影師 你當然是熟悉快門 光圈等等 就是這些技術 應該是涉及到這些技術 你會不會教 還是純粹要他們觀察用心 我其實不教 不過他們又說想學 所以 那你就不斷意 不斷意 唐是說的 但是就讓他們大約了解一下 因為現在的人 有多少個還要用相機拍照 是啊 很少 那你的手機 還用一塊門說圈 拉掃全部都自動了 就是說 你純粹就是看感覺 然後去構圖 通常遇到出家人 或者法師 有時候我覺得 對他們有點不公平 因為大家會覺得 你做法師 你又不用顧著賺錢 你又不需要煩很多事情 還有會覺得 你道行應該要高一點 沒有煩惱的 常浪法師 你有沒有煩惱呢 有煩惱 不過我不當它是煩惱 就是我不給它一個標籤 因為其實 什麼叫煩惱呢 你想真點 煩惱就是一件未解決的事 只是一件未解決的事 如果一件未解決的事 我要去解決的時候 是不是比我更容易 要去解決一個煩惱 但是其實原來是同一件事 不過你標籤了煩惱之後 就難很多了 對於你來說 現在的生活裡面 一件最未解決的事 可以是怎樣的 就是我還未成佛 要解決 這個很大的解決 但我又不會去很計較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得到呢 因為在佛法的生命觀裡面 是不止一期的 我們是不斷轉的 總之我生生世世 我自己有個願 就是希望生生世世 我都是繼續收行繼續去的 有時候去講這些人生哲理的時候 法師有沒有遇過呢 譬如有些年輕人會說 你講經了你講經了 說廢話 說媽媽是女人的事 說我也知道的事 遇到這些時候 你會怎樣應對呢 其實我 如果那些是故意來挑戰那些 尤其是那些拿著 你這句話是哪本佛經 第幾個 那些我就合掌令歡喜 無謂爭 但是如果他只是誤解 他不是很清楚 我就會解釋給他 現在的年輕人 就很信科學 所以我就不會 因為佛陀話 這樣就沒有說服力 所以我就會用科學的去解釋給他 因為現在的科學 是逐漸慢慢解釋到佛陀說的東西出來 但是只是一小部分 所有科學現在能夠證明佛陀說的東西 都是對的 即沒有一樣科學是證明佛陀說的東西 是不對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例如會是什麼 最簡單就是說 佛陀在2500多年前 他說佛觀一撥水 八萬四千蟲 他就是說水裡面有很多微生物 但是顯微學 其實是這幾百年才出現的 那就證明了原來是真的 另外一樣就是 色不移空 空不移色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色 那即是怎樣 其實這個呢 這幾十年開始 這個量子物理學 又開始證明了這件事 因為量子物理學 慢慢拆解每一樣東西 就是說每一樣東西 其實都是由不同的 粒子 原子粒子 分子 膠子 總之 它一路拆解一路拆解 測到最後 原來是沒有東西的 原來只是剩下一種能量 而那個能量是你去觀察的時候 它才會形成 但是每次形成那個位置 出現的狀態都不一樣 但是如果你不觀察 你不去觀察它的時候 就沒有了那個能量 那這個就是等於空 原來每一樣東西 你實際就是看到這件事 但是你一路拆解一路拆解 最後沒有東西的 那就證明了 法師要用科學來解釋 有時我覺得 在法師所搞的 譬如說攝影也好 甚至其他的展覽也好 甚至搞到茶閃等等 都讓人有個感覺出來 人的感覺 我們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少 我們應該培養我們的感覺出來 是的 因為我們太過依賴了科技 我們的耐性越來越少 因為科技的東西就是 我在手機那裡 我要知道什麼 我要找什麼 是很快就有 所以人的耐性是越來越少 而這種耐性少的時候 你的感覺 感覺是需要一些時間去醞釀 你已經沒有醞釀到那個感覺 你已經是調轉去別樣 那就變成沒有了那種問題 其實我在帶大家去做一個攝影禪修的過程裡面 我發覺 譬如說我就這樣叫他 我說你試試用眼去看一下有些什麼是值得拍的 每個人都是拿過照片出來看的 我說 為什麼你不可以試試就這樣用眼看 因為我現在都跟別人分享 我說我現在用眼看 有時候我看到一些東西很好 即是感覺很棒 我甚至不拍的 因為我覺得 當時我看到的時候 如果我一拿照片出來 那個感覺已經沒有了 我就不拿了 其實我根本現在不需要拍照 因為我就這樣看 我已經看到那樣東西 但為什麼我也要拍呢 是因為要來分享 即是如果你只是形容 告訴別人 我那次見到一個貨操 很有生命力的 他怎樣怎樣怎樣 人家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如果你看到那張照片 他就會 是呀 真的很有生命力 而我自己分享攝影 就有個習慣 就是不是就這樣給別人看一張照片 你看到那張照片 是的 我也是有句說話在那裡 那句說話 都是我自己在生命裡面 在生活裡面的一些體驗 我就寫了下去 我發覺 因為你的照片 就算多好也好 那些人看完很快就忘記了 是 但是那句說話 如果是跟它相應的話 可能一輩子都記住 所以每一張的攝影作品裡面 都配上不同的一些字句 而有趣的就是 有時候我們看到 拍一些很漂亮 很有藝術性的作品 有法師會說 其實是污漬來的 為什麼污漬都可以拍出它的美 因為大自然是一個最偉大的藝術家 是 即是無處不在的這種藝術 所以 但是我們 通常我們是看不到的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用心 沒有耐性 如果你真的用心去感受的時候 那個大自然裡面 其實周圍都是藝術品 你曾經說過 一張相片可能是一個幻象 我們看到的也可能是幻象 是 那兩座有沒有衝突呢 沒有衝突的 因為事實上 現在我們在做這個節目 都是一個幻象 好 你是假的 我也是假的 拔斯也是假的 是不是這樣理解 但是 有句說話叫真空妙有 雖然這個是假的 但是在我們現在 等於我們現在其實是在做夢 在夢裡面 那樣東西是真的 但是我們只要知道 這個是做夢而已 那在夢裡面 你要做那樣東西的時候 你還是真的要去做 正如說 棄如人生 那你明知道這個人生 都好像演戲一樣 但是你都認真一點去做 那你才有機會 可以 就是 活得精彩 最後我就問 發誓的問題 接下來你想做什麼 繼續這個方向 就是說 繼續這個方向 那就是說 我自己可以 有一個 鳥生脫死的階段之前 我都是希望 不斷地 去將這個 我認識到 可以令到大家 離婦得樂的方法 繼續推廣 繼續分享 今天非常之 多謝常林法師 跟我們說了 怎樣可以 令到自己的情緒 可以安住下來 結束之前 都要說一下他 見身他都會想這幾個字 就讓我們現在 停一停 深呼吸 好好享受一下當下 今天多謝常林法師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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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香港亂流團隊的黃好亭 平時你們打來172.312的時候 就是由我去聽你們的電話 剛才我扮演了兩個歌手 是不是一點都不像? 不要緊, 只要你打得通172.312 我們的主持人 會幫你播放原裝正版的歌曲 記得留意香港電台第五台 同星期一至五 早上十點鐘的香港亂流 等著你們打給我 在電話旁邊, 我們有梁女士 是 梁女士,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問題我只問一次, 你聽清楚了 盧友記在月台後車期間 隨身物品不小心跌進路軌 應該怎樣做呢? A, 找朋友執拾 B, 自行執拾 C, 聯絡港鐵職員提供協助 15秒時間 C C, 聯絡港鐵職員提供協助 是對的 記住… 記住, 跌了又落路軌 不要自己執拾 記得要找港鐵職員幫忙 接下來我們會有何女士 何女士 早安 早安, 何女士,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最近有沒有在港鐵裡見到我們的貼文? 沒有, 是不是? 那你要留意一下 好 因為不僅是為了看我們的樣貌 還要留意一下一些安全訊息 隨時可以幫助你回答以下的問題 問題就是在車廂裡 老友記不可以做以下哪個行為呢? A, 飲食 B, 接聽電話 C, 查看手機短訊 15秒的時間 不可以飲食 不可以飲食是對的, 正確 大家在車廂裡要保持清潔 不可以飲食 當然大家仍然可以看手機短訊 以及發訊息 甚至打來1872312玩我們的遊戲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有香港暖流 Ambrose, 你是否在香港? 我也是香港製造的 她是香港製造, 我是香港製造 其實很多玩具都是香港製造的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城市 我們堪稱為玩具之都 曾經何時我們是大力生產玩具 像這些圖中的公仔手錶 我們香港人有很多玩具 當然普遍香港人我們沒有能力 去負擔一些很優美的玩具 大家可能忘記了 例如這個老鼠的插圖很優美 不如我們看看實物 老鼠是這樣的, 習慣地動 你看看眼睛很閃亮亮的 雖然還有尾巴, 別忘記 娛娛如生, 很好 我自己私人最喜歡的就是這輛電車 為甚麼呢? 插圖精美不在話下 最好的地方就是將舊物顯露出來 這一個上一年多人才知道的 就是中環的希爾頓酒店 這條就是花園道 大家欣賞它的插圖 真是不錯的 充滿60年代、50年代的食材 實物就是這樣 有門、上樓梯、拿電的電線 一如以往這個車可以動 不主於此, 我們還有製造很多外國的玩具 例如這個, 大家都知道是懸人雜地球的公仔 關切可動性 這個不得不提 這個是G.I. Joe 1964年 它的頭部正正是香港製造的 當時我們做到這麼高品質 我們作為香港人真是引以為傲 是你的暖流 常在眼角中 笑與中心頭 笑與中心頭 是你的暖流 常在眼角中 香港暖流 回到香港暖流的節目之間 繼續有拔師 繼續有郎 郎哥, 問問你 以前大家說青山兩隻字 通常會有什麼反應? 又弄得我嘴巴 就是你這種反應? 為什麼? 因為說完青山兩隻字 其實不用說剩下醫院的兩個字 大家都已經有一個既定的印象 你知不知道以前有四個字? 送去青山? 是 那就是說你精神有點問題 是一個很大的貶義 或者一個既定形象 但是究竟真正的青山 究竟是怎樣的? 今天我們就可以了解一下 今天我們請到青山醫院的 副部門醫生趙穎恩, 醫生Mindy 是的 我們聽得多, 但沒看過 我想問青山醫院是一個什麼的醫院? 我們青山醫院的歷史很悠久 1961年就開院 是本港歷史最長的精神病院 我們青山醫院其實就是一個專注 做精神病的治療精神病的一個地方 是的 我們有門親部 以及也有住院部 但是現在我們其實除了 在治療那方面 我們也想做多一些精神健康的推廣 讓我們的市民對精神病的了解 多一些消除一些謬誤的看法 或者消除一些歧視 所以我們今年開放了那個精神的健康體驗館 希望大眾都可以來參觀這個體驗館之後 可以得到不少的知識 對精神病有更正確的了解 Mindy是在青山上班的 你一天都是 已經打破了既定印象 通常大家會覺得去到青山醫院 醫生可能是很嚴肅 有多好有這麼美女的醫生 通常每一天上班 你大概做一個精神科醫生在青山上班 大家都有很好奇 其實要做些什麼呢 我們每天工作的流程 其實主要都是 剛才我所說的 我們有分門診部和住院部 我們門診的病人其實我們的量都大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時間去看 門診的病人來覆診 或者一些新的病人 我們去見他們 看看他們需要什麼治療 另一部分也有些病人 可能情況比較差一點、嚴重一點 可能需要住院的服務那方面 我們也會在病房裡定期去見他們 看他們的狀況、調節藥物 也會配合一些跟我們其他不同的 即是合作 譬如是護士、心理學家、職業治療師 等等 去讓博貴的病人提供全面的治療服務 Mindy 你自己的工作當然很忙 這次籌備這個體驗館 就好像是你們開始做初步的籌辦工作 為什麼會有一個可以說是香港首創的 這一款 其實我們青山醫院在2002年左右 已經成立了一個精神健康學院 本來這個學院的目的都是希望可以 宣揚一些正確的精神健康知識 就是打除大眾對精神病或精神健康的貿誤 歧視等等 過往其實都一向 傳統形式舉辦很多講座 比較單向式的方法 但我們覺得這種方法可能還是比較悶 或者大家都未能入心 所以就開始有一個想法 會不會籌備一些特別的展館 可以令到大眾有些方法 甚至可以親身地感受到 我們一些 尤其是重症精神病患者 他們的一些病症的感受 於是這個想法 就在我們醫院間的醫生開始籌辦 很幸運地在2016年的時候 就獲得了匯豐銀行 他們有150周年的慈善基金 他們就賺取了三千萬給我們醫院 我們就慢慢開始 成立籌辦這個精神健康體驗館 這個精神健康體驗館 其實我們其中一個很重點的部分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有設立到一個 VR虛擬實境的經驗 就令到參觀者來到可以透過這個VR 可以真的感受得到 當一個重症的精神病患者 他們患病的時候 一些症狀的感受是怎樣呢 就是患聽患歌 可能你們聽到聽得多 但其實在病人身上 他們的感受是怎樣呢 這一部分 再加上我們 也有我們的彭貝支援員 其實是一些康復者 他們的一些分享 令到我們參觀者 又有另一個完全很新的體驗 就在另一個角度去了解 精神健康 或者我們的精神病方面 Mindy說了一個重點 就是我的朋友 都成功預約到這個體驗館那裡 去試玩一下 說真的 是很難預約 是全預約的 有些朋友 就很難得我去過 他也是跟你說的一樣 他說最震撼性的 就是有一個VR去移實境 帶了一些儀器之後 是親身感受到 究竟有重症精神病的朋友 那種情緒的高低起伏 或者那個視覺 那個聽覺出現的症狀 很多時候他玩完之後 就跟我說 其實不是他們想這樣 原來他們都有很大程度 要承受一些不舒服的 那個同理心 立刻出來了 在設計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遇到很多的挑戰 困難 或者應該怎樣做好呢 這些疑難 其實在設計的過程 是我們都參考了 我們的一些 就是康復者他們的 過來人的經驗 那我們當然 在那個過程中 都要調節 那個內容 怎麼可以令到那個參觀者 就是感受到一定的程度 但是都不會令到 他們太過程緒 很受困擾 那另一方面 當然那個技術上 就是科技上 技術上那裡 一直有些調節 但是都很幸運地 一路籌備以來 我們都得到 多方面的人的建議 一些合作 所以現在我們去到 體驗館裡面 其實叫做 總共有四間房 你都可以有這個 症狀感受 這個體驗 是哪四種類型的症狀 如果是四間房 我不想打太過 沒有劈頭 我們在說 就是和幻覺那方面 有一些 我們在說是 聽覺上的幻覺 或者他們會有其中一些 就會感受到 好像身體皮膚上的觸感幻覺 等等的情況 也會感受到 因為我們是會有不同場景的 那幾個VR 其實就是和病人去開的生活場景 是相關的 令到參觀者可以知道 其實平時原來病人去日常生活的 都是怎樣無時無刻 受著症狀困 是多辛苦的一件事 真的像剛才你說的 同理心會增加了很多 在這個體驗館裏面 有沒有說到 譬如說醫生 怎樣和病人相處 或者治療的程序等等 會不會提到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這樣 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的精神健康體驗館 其實我們有幾個區域 一進入第一個區域 我們都想和大家講述一下 我們香港精神科的發展史 可能會展示給大家看一些 以往真是舊時代的 他們的一些治療方法 和一些文物 譬如舊時代要收病 進入精神病院的時候 他們的文件是怎樣做的 你說這一個 我有另外一些朋友去 他就說 給你試一下 如果你在很多年前 確診有精神病 是一張文件的 然後他會給你試一下 寫自己的名字下去 然後周圍被人看 有些長輩就說 大吉利善 挺有趣的 因為我們入場 每個人都有一條手帶 手帶的QR Code 有這些資料 其實你去到那裡 嘟一嘟那個QR Code 你的名字就會 到當年的舊文件那裡 就是這個人怎樣 發現有精神病 就要送到醫院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玩 一個小遊戲 大家覺得都挺有趣的 還有一些顯示 就是以前年代的時候 比較重建錢的 青山醫院 那個環境是怎樣 也有些影商打卡位 都覺得挺特別的 是的 這裡就是 就是在說舊歷史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 想帶到我們的參觀者 去真是了解 其實精神病 或者精神健康的 真是科學上 醫學上那方面的知識 因為其實跟我們的大腦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我們第二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叫老海渡航 會有一個3D的大腦影像 是的 那他們透過這個3D的影像 其實可以了解到 我們不同部分 大腦不同的部分 其實他們負責些什麼功能 那原來他們 又跟什麼病 譬如是 憂鬱症 或者思覺失調 不同種類的病 是有什麼關聯 是的 那就是我們希望 真的傳達一個 最正確的知識 給我們的參觀者 因為可能很多人 都會有時候 有些誤解 透過知道大腦這方面的知識 了解的話 他們也更進一步 就會明白 藥物 就可以調節大腦裡面 這些出現混亂的 一些傳遞物質 從而就治療 很多精神病 其實都是一個很普通的疾病 就是沒有什麼 不用太過忌諱 就是了解了歷史 又了解了 看看自己的腦 你有腦 我有腦 他也有腦 但是沒有什麼人看到 腦是什麼樣子 今次去這裡 就可以看腦裡面 構造是怎樣 以及不同的物質 如何影響情緒 看完這兩部分 還有什麼看呢 是的 然後我們其實 剛才說到 是生理上的 其實治療上 我們都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心理上的治療 以及社會上 一些社會上的支援 其實可以給予一些 真是患上精神病的病人 就是有個區域 是會介紹這方面的治療 就是在心理層面 社會上的治療層面 不同的心理治療療法 這樣 都會挺有趣的 其實好像 如果回到老友來說 其實認知障礙的治療 除了吃藥之外 其實有一個羊娃娃療法 羊娃娃療法 是的 如果是在社會內 做照顧者的朋友 可以多些體會一下 然後跟其他 他有患病的家人 一起相處 這個是照顧者的參觀 他們都有試過 只要是我們最初 有些團體的參觀 帶了一些 有精神病患者的照顧者 去參觀我們的健康體驗館 他們看完整個館 還有也是感受到 那個精神病患者的體驗 那部分之後 再加上跟我們的 蓬佩茲會員的溝通 其實那裡也很重要 就是我們 蓬佩茲會員的溝通 還有跟他們的經驗分享 他們會令到照顧者明白 其實這個病 就是 病人會是怎樣的感受 多些同理心 還有原來是可以 康復到那個經過治療 那他們就會 沒有那麼灰心 也會對於那個 康復過程會有多些希望 因為照顧者有時候 可能都會在照顧上面 會有一些壓力的時候 那樣 所以透過這一部分 其實他們都會覺得 情緒上是會得到一個支持 蓬佩支援員 其實就是精神復原人士 是嗎? 是呀 會不會就是以往在青山裡面 接受過治療 或者住過一段時間的朋友 是不是這一類型的朋友 是呀 就是他們 我們都是找回一些 他們是康復了的 就是我們是精神病患者 他們是一個我們正式 就是employer recruit他們的一個工作 就是聘請他們 是的 那他們就是 因為他們已經有這個經歷了 他們對自己的病 真的有深入的了解 認知接受 那樣 所以他們平時 除了有幾位會在體驗館那裡 幫忙做一個分享之外 其實平時他們就是會幫助 接觸現在這些困擾的病人 可能他們 就是一些病人 他們對自己的病人 可能有很多不接受 或者情緒的起伏 那他們有個過來人的身分 去跟他們分享的時候 我們的病人 其實會覺得感覺舒服很多 是 聽完你有沒有興趣去? 我沒有你這麼大的興趣 但我也開始有興趣 開始有興趣 是的 因為你還怕不怕去青山? 因為跟以前的印象是不同的 是嗎? 以前就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 生日密近 不肯再說 是 好了,如果大家聽完 重點來了 有興趣是否需要錢的? 免費的 免費的 是的 我們現在暫時的開放 就會是星期一和星期四 就給一些團體的預約 星期三、星期六就是個人的預約 完全是免費的 我們會有上下午兩個節數 早上就是9至12 下午就是1點半至4點半 去到會不會見到你? 看有沒有緣分 可以見到Mini 非常感謝趙醫生 跟我們分享了 青山精神健康體驗館裡面的內容 希望多些人透過這個體驗館 了解精神復原人士的需要 亦對有精神病的人士 有更多的同利心 今天謝謝趙醫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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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